到暴露还长得不行呢 他就是企业家子 我到潮汕的海都为了我 哈哈哈 我以为原来这角色找是杨毅 你还挺敢想 我还带个墨镜 你有病 你说我得 你睡早上带墨镜 像我刚才那一瞬间啊 我感受了龙丹妮女士的快乐 你感受不到我跟你说 我生活里面没有困扰过你吧 那没有啊 你这么问谁能说是对的 好像我们能抢你对样似的 谁稀罕你那对样呢 哈哈哈 我可不会夸人的 你教着我怎么夸 我嘴里说不太好话 你夸奖这个东西 是要讲究一个度的 就是你要 不能说你没磕着点硬夸 你要真的发觉到 他身上的一个优点 哪怕只是很小的一个闪光点 但也要说出来要夸出来 当时存在的闪光点 对 你发现那一刻一定要赶紧夸 马之汤 太伤大哥了 那得老好喝了 嗯啊 而且我这一点油都没放啊 你放心大胆地喝 夸快夸 这个手也 这样呢 哈哈哈哈 这 还是没学会呀 哎呀真是 油都没放 还这么好吃 哎都不敢洗啊 我先放油了 哈哈哈 是吧 你还别夸了 你这个夸了 你这就在讽刺边上了 你这个 对呀 夸不好就是讽刺 别夸了别夸了 没事你就做你自己 做你自己 你就做我自己 你知道你今天拍照有趣吗 其实看有好多西瓜什么的 但是 西瓜为什么有趣呢 嗯 有一些我想说 西瓜能有趣在哪 有一些我想说 但我又觉得有点伤人的话 就 哈哈 哇这里边还有成为天才 无聊时做的一百零一件事里面有一件事成为天才 对 大家看一下 人家哥这能不能成为天才 练习杂耍 学习杂耍 学习杂耍 你看看啊 在公共场合闹笑会 那不是我们每天的工作 嘿 稍稿老师不是那种去人家家里后来还薅点东西走的人吗 他是 但他同时也会带一些 会带一些来 带一些书来 有薅过你东西走吗 没有 那也行啊 刘维反正被 被他薅啥 衣服 衣服我也是 是 你被也拿过衣服走啊 他可能也不太好拿我的衣服 你干啥呢 是呀 那兴趣可就变了 是呀 你后来有的 少康老师看他穿你那些衣服吗 拿走了 没有 其他惯了他卖了 他没到季节 他二手他上 他卖去了 这就更过分 他上那进货去了 搞批发 他马哥一个人在厨房里是老人院的 真是你觉得这好玩上哪找 就是呢 马哥你天天来呗 想都不敢想哪 找雷厨吧 朋友 我们找的是朋友 厨子你不得给钱吗 厨子 好样呢 你说的对 雷小琴 就喜欢你这时代人 听见吗 雷总 教练会二 没用 我没说你没用 我说他没用你 你是哪 那这种男的你行吗 就这种大道总裁 我当然行呀 大道总裁你不行吗 不行吗 那 他没有呀他 那大暴露还长得不行呢 他就是企业家的 企业家了 来我送的 这是自己收集的吗 在海边捡来的 对对 送给我们的 海边收集的贝壳 对有海的味道 就就有空可以闻一闻 我闻一闻 我闻到潮汕的海的味道 好海呀 我 哈哈哈 你戴这个帽子你不热吗 热呀 那你非得戴着干什么 你压着玩 你看一眼 我看一眼能接受吗 你头发有什么可压的 那导演当时不是还选雪芹眼 这个是这个角色本身跟他像吗 我觉得 我不知道 你问问呢 你问这话我咋问呢 这只能你问 那那只事 我也陷入沉思了 不是 我是邪思的 这话我得怎么说呢 他也说其实好像那圈他挺火的 哈哈哈 对对 后面想到拍拍就不 哈哈哈 原来这个角色 你别紧张 我老紧张了 我老紧张了 你快说 原来一个角色是魏批他妈 嗯 不是他妹妹 我以为原来这角色找是杨蜜呢 你还挺敢笑 你们家养的鱼挺好的 还有杨蜜呢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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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这儿卡着 嘿 这世界有那么多钱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怎么都买不起这首歌的完全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 我还戴过墨镜 你有病啊 你说我得 你睡葬堂带墨镜 那你说怎么办 那谁不多看你两眼呢 多看她只会觉得这个人很奇怪 不会觉得这个是我 你知道我刚才那一瞬间 我感受了龙丹妮女士的快乐 你感受不到我跟你说 就是我没有她那么快乐 不止这三年感受不到 但是我突然间明白了 她在那享受是什么 我想去桃花屋最简单的一点 就是池源我跟你说 我两次跟池源说了 我说因为在海边路 我今年还没有去过海边 你凭什么觉得你没有去过海边 这个理由可以打动池源 池源就是找各种理由就 拒绝拒绝我 还是我有忘好 感谢你 因为我们一年有四十期 所以不差人家一期 而且站上总是说 你们节目能不能换换形式 可能是因为你在吧 换换形式是把它换掉的 不是 我是说可能是 换换人是吧 换换人 可能是因为你在 他们就期待你 有一个那些那样的东西 如果你做访谈节目 只能请一个嘉宾 你是杨幂还是卑鄙 那现实点 他俩谁招商能力好 就请谁位 所以谁呢 我不知道 你们招商 我也 我也没招过 他俩招商能力谁好吗 有没有可能把你换掉 他俩 他俩 他俩如果能打倒 本来都挺好 因为你不打钱 你去站没站谁 你呢 你干嘛去了 人家不告诉你 你站一下河道 他又抢河道界吗 你去俊俱乐部了 你还不知道啥叫河道啊 不是你平时玩 你也知道啥叫河道吧 大哥 你为什么要跟着汉哥 汉哥是个中路诶 你5级了 你还跟着汉哥 你看 就是电竞的人都会 看着就会生气 就我刚才说这些 根本不需要 上场到电竞 就是游戏 我实话实说 你这个真挺窒息的 也真的不太行 就啥人好搭 瘦点 像妈妈这种肯定好搭 咱俩这种 我也好 这 我怎么就不好搭了 好搭 我觉得这黄的还行吗 他有大号的吗 不小 不小 这凡人 哎呦 他就是看 哎 凡人 那个还没有 那个没有大号的 是吧 不是 我说错 我说错话了 我说错话 我怀你一下 我说错话 我说我 我说我 我想试试 你看我也这么滑劲吗 我想问一下 你比我还滑劲呢 你都不要 真的假的 说怎么转一圈啊 转一圈 转一圈 有没有一个圆圈 你好像 你像腰间盘突出 对啊 我是不是太往前了 往前 其实是重点是屁股后面 对 所以前面 后面 来 爪 很好 你会 我再也不相信 高伙姐说 还好 但我都给我助理 变我助理 就是每一次变的 都觉得很神奇 变了一百字了 但一次都没有看出来 你助理 工作能力行吗 还行啊 一到六七点钟的时候 大爷大妈们就开始溜弯 我也跟着溜溜弯一样 一般有几个中年妇女啊 在那 八卦 八卦的时候 听一听 对 我就足足在那听 偷偷听 那是不能跟自己相处吧 什么叫 不能跟自己相处 哈哈哈 你得需要 不断的需要外界的刺激 来逃避内心的孤独 五百 五百一 我再给你添十一点 五二零 浪漫了 哈哈哈 真浪漫了 你现在好油腻啊 哈哈哈 八哥啊 这一趟披荆斩棘剧的 造型呢 我这样的男人都是怕我喜欢他 没有怕我剧原谈 我正怕我喜欢他 那其实应该有的时候勇敢一点聊一聊也没什么 我都聊了我好几个了 我老勇敢了 你喜欢啥样呢 现在就不达好 不达好 他喜欢渣男 不是我 也不是我 现在知道他是渣男 所以喜欢他 只是我喜欢他 如果你老喜欢渣男的话 就说明你就是潜意识里喜欢这个性格的 我这样的渣男都非常能提供情绪价值 让你跟他说话你高兴 最后我发现这个香薰特别好用 哎那你现在打开 然后我们看一会儿你能不能喝上 在这儿吗 哈哈哈 那这个玩意就有点违法了 我觉得一打开就睡下 夏天很多人就长江里边游泳 那不买他吗 嗯 那吃点买他 游泳 也我不知道游泳的用 连玩儿带洗的就 咱 我跟你讲咱到长江里都没错 哈哈哈哈 哈哈 这长江把长江凑成黄河的没 哈哈 怎么做你需要我给你打什么下手 陪伴就是一种鼓励好吧 好的 好的 他的可不一定是 哈哈哈哈 找活呢在这儿 我是看这是哪个的盖 这是那个危险人 都进去吗 都进去 都进去 哎 等会儿 来吧 没事 我都都帮你一起 就没关系 铲子呢 没事 我可以 我就我不再加也是这种 锅是不是不够热 没事没事 没事可以 我刚才怕来不及 不用 让他回来 不用 不用 你家人家够 不对 你给我别拿筷子 还干嘛 铲子 不会 像杰的老父亲的关爱 就是 老父亲这样也挺锻炼人的 哈哈 你要做的时候别人这样 你会不高兴 那我就会给他做 既然那么想做 但是我又不知道他接下来要怎么做 那你就别指挥人家了 你都不知道啊 你说你家孩子以后可杂整 我就给他提供了个工具 他就不敢在你面前展示任何的青涩和稚嫩 这是一个好的附近 展示青涩是多重要的一件事 我觉得你提的非常有道理 哎你别说这个真的挺好吃的 而且克这种东西吧 他会让人有强迫症 哎对你这个性格很适合克他 就他有一种 探索欲 然后就是 你看人家说的 是是比我完全 哈 你要不你应该咋说 克一克 这多可爱啊 哈哈哈哈 我生活里面没有困扰过你吧 那没有啊 你这么问谁能说什么呀 哈哈哈哈 我们都是有礼貌的文明人 好 当然没有啊 就棒棒的 你知道吧 我们也经历过就是带对象来 然后他对象夹夹白白的 让他夹夹白白 我知道就是有点扭扭捏捏的 然后磨磨叽叽 对 然后吧还老 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搁这玩 聊天聊挺好的 嗯 然后他就非得挂他就 他对象带来的 就挂上去挂着 然后俩人家说俏俏话 然后我们就 要不你俩就走 就本来咱们是一个朋友聚会 然后就你俩在那腻腻歪歪的 完了好像我们能抢你对象似的 谁稀罕你的对象呢 哈哈哈哈 你知道吗 大概前两天我才知道 原来微信上发了之后 也要随理这件事情 对 还是挺恨微信的 现在 对 你猜它是什么 这是耳 我想试一下 这是耳环 你有耳朵吗 我有啊 有 我现在扎耳朵眼啊 我在这 哈哈哈哈 又往里扎呀 我吓人 真有意思 是 我这带着穿好片呢 在湖南的时候 没跟我住在一个城市的时候 我就会以我 就比如说情人节 我就是定一说话回去 然后我也不会写任何的名字 嗯 然后他就会晚上我跟说 哎妈你今天吃什么了呀 他说 我今天说了一说话好奇怪 没有名字 那你这样最好跟叔叔也说一声 我不说 你不说 那叔叔以为是别的叔叔送的 哈哈哈哈 对不对 夸张了 对你最好也跟叔叔说一声 没有 但是 所有人都知道他不好 然后他可能出轨 然后还跟他好 猪油蒙了心了 那不就已经 哎呦喂 当时你是自己没意识到吗 我意识到了 我觉得他能改 啊 啊 你喜欢他哪一点啊 我喜欢他不喜欢我这一点 哈哈哈哈 我也是 我我以前喜欢别人的时候 也是喜欢那种不喜欢我 是吧 嗯 那是喜欢你呢 有什么意思 哈哈哈哈 这就是恋爱脑 这就是恋爱脑 不是正常 跟你一起演戏的朋友 都能成为朋友 这怎么 很正常嘛 对啊 也有老死不想往来的吧 哈哈哈哈 我看一下 这是一个包袱 认真回忆了一下